经过数学中心志工人员将电脑组装完成后 丰修社区的小朋友很高兴地操作这些电脑 议员陈兆玉也以数学中心主任委员身份清零现场 除勉励志工的辛苦外 也要祝贺这些小朋友 这次募集电脑的计划非常成功 也是数学中心组成3D连线后最好的成果 民间乡的新民数学机会中心 跟积极的数学中心 以及我们信义统领的数学机会中心 自从三年前我们组成3D连线以后 除了致力于我们基础的数位基层的能力的培养以外 我们现在每年都来办理我们当地的一个体验营 由于体验当中我们深刻的了解到 偏乡数位偏差的一个不足 所以今天特地募集了很多的一个资源 结合我们爱心人士的一个捐献 特地汇集了二手的电脑 送来我们丰丘社区 虽然国内资讯是非常发达 不过在县内偏乡地区 很多孩童对电脑还是很陌生 为了能够缩短这个资讯落差 数学中心就很积极地 要为这些小朋友 向企业来募集二手电脑 以供他们未来学习使用 有建议很多家庭 当然没有那个能力 或者是说环境不允许 就没有电脑设备 所以我们这几年来一直筹划新的 就是募集二手电脑 然后捐赠 看到原住民小朋友 兴高采烈 这么高兴的来享用电脑的 它的一个速度也好 整个现代科技文明的一个 这种成果也好 我们有莫名的一个感动 我希望我们除了致力于 整个偏乡的数位落差的 一个缩短以外 也能够希望小朋友 从此对数位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态度 能够产生一个正向的一个力量 数学中心人员表示 虽然这次捐了20台的二手电脑 不过他们也重新灌了新软体 另外也购买了全新的滑鼠 键盘及喇叭 要让受证的丰丘社区居民 也有使用新配备的感觉 民意喜欢黄一怀 新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 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